昨天的下午到現在 大家能看到 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 還是印度 還是說東歐 都在一個問題 共產黨的糧食 他為啥提前把糧食都買走了 而且這些國家都認為 斯里蘭卡的破產 就是共產黨給一帶一路敲響的警鐘 如果不趕快制止 還有很多國家破產 那肯定的 而且共產黨現在內部所謂的二十大戰 打得你死我活 有跟這個王毅特別好的人 說跟王毅見面 王毅跟人家說 哎哥們 你得替我幹點事 如果我進了中央委員 管外交 以後咱們這事都好辦 這個國家的外交部長 就給總統都說了 總統也說 堅決支持王毅 然後這人就問我 外交部中央委員是誰 我說十字八九還是王毅 王毅太摸準習近平的脈了 你是神 沒有習近平沒有路來活 沒有習近平沒有中國共產黨 沒有習近平就沒有中國的未來 只有習近平能說服台灣 拿回香港 讓我 幹掉美國 那一定是王毅嘛 希望他們繼續這樣下去啊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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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v 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